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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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開始戴呼吸器的部分 那這呼吸器叫做單揚壓呼吸器 那我給你大概介紹一下主機 那這是主機的部分 然後螢幕 然後管子跟水箱 那呼吸器的話它沒有接氧氣 它只是就單純打一個空氣 一個正壓來撐開你的呼吸道 那為什麼要就是加純水 的原因是因為一直打空氣會有氣流 會造成你可能口感不適 所以它底部會做一個加溫 然後讓溫度加熱之後讓水氣變成濕度 然後再帶給你這樣子 那管子的部分的話 通常的話兩端是一樣的 那有些呼吸器的管子 它是有做加溫的功能 所以加溫的部分的話 可能大部分就是接著主機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這樣接著主機 然後讓它先擺放順在旁邊 那主機的部分的話 建議你在睡覺的時候 機器擺放的位置 是在跟你的床 是做一個平行的動作 或者是放在地上 絕對不要讓說機器比床還要高 因為避免就是機器的馬達聲吵到你 或者是說你在翻身的時候 讓機器就是會可能滾到我們的床底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幫你戴就是面罩的部分 然後這是我們的面罩 好這種傳統型的 然後這是 這位置是在我們的額頭 就是美心這個部分 然後是在照鼻子 所以我們的嘴巴這個位置 是沒有照到面罩的部分 好這是鼻臟 那配戴的時候呢 麻煩就是先把一邊的扣子打開 好那這是做牙齒 就是可牙齒的部分 然後開一邊之後呢 看你是左撇子右撇子 就是開你順手的那部分 然後手就是一邊手抓著 一邊手先把我們的頭戴撐好先順好 這樣子才不會亂掉 就是戴在我們頭上 然後戴的時候這樣順好之後呢 我們就是這樣子做配戴 一邊拉著然後一邊這樣順下去 然後先把位置拉好之後拉順 然後對好位置 眉心然後鼻子 然後記得喔 耳朵上一條頭戴 耳朵下一條頭戴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順著 然後把它摸過來 然後再把它扣住 扣好之後呢 先把頭戴就做順的位置 然後記得面罩一定是在我們的嘴唇上方 然後耳朵上耳朵下 盡量都不要去壓到耳朵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把這個面罩的旁邊 兩側要順在你的法令紋 然後如果頭戴鬆緊 你可以去做調整 然後這樣子把它 做一個拉緊的動作 那千萬記得不要太緊 因為太緊你前人起來 臉上會有壓痕 那也不要太重 因為太重會造成你的面罩漏氣的部分 都拉好之後就再把面罩順一下 那很重要的是就是這個頭戴的位置 要記得是在我們的額頭 額頭後的這個正 正後方 千萬不要把頭戴上面這一條 這樣子做下壓的動作 這位置就不對 因為這邊會變很緊 所以我們就在把它拉正確的位置 這樣子順的話你才會覺得說是舒服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戴好之後呢 管子的部分 我們就是在做接上的動作 接上去之後 你可以把呼吸器按下去 就開始就要運轉有風了 好了之後你就是可以打下來 那管路的放置也很重要 管子的話像這種傳統型 其實一般我們都放這個管子 因為放在這邊你反正會去扯動到它 所以管子你就是朝上 然後壓在你的枕頭下方 然後留一點點 留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翻身的動作 看面罩有無露氣 好 所以這樣子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露氣的話 再做鬆緊帶的調整 因為如果露氣的話 會聽到這個聲音 這就是不對的 所以你做好調整 戴起來是沒聲 這樣就OK了 好 我們現在來戴面罩喔 那現在可以介紹這個面罩 是鼻枕式的面罩 那就是鼻枕式的意思是 它就是單純就是罩 塞到我們的鼻孔裡面 然後不像就是其他的 舊款的面罩是整個把鼻子罩住 所以它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管子 就是長管這樣子 所以叫鼻枕式 那配戴的話一樣就是一隻手抓的主體 另外一隻手抓的頭戴 那它的頭戴是屬於鬆緊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只抓後面的那個頭戴 那前面的頭戴我們讓它留在我們的頭頂的位置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主體的部分我們先把面罩 氣窄的部分塞在你的鼻孔裡面 好了 以後我們再拉我們的頭戴 往後拉 那把頭頂上這個留在你的頭頂 然後再把它順好你的位置 然後一樣就是在耳朵上 千萬不要拉到耳朵的這個頂 因為怕壓過到耳朵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往後腦勺的方向 再往下一頂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要確定鼻枕有沒有塞滿你的鼻孔 所以我們會先由下再往上 確定這樣不會漏氣 然後這兩個側緣呢 一定要拉在你的顴骨下方 讓顴骨做一個卡住的動作 那接下來的話一樣就是接我們的呼吸器的管子 接了以後開機 好我們來做一個躺下的動作 好 那管子的擺 設位置呢 這個管子 不能朝上 因為朝上的話 你看這樣會很容易造成你半身會有漏氣 所以這個管子都是順的 好 逼整的這個管子順 然後另外一隻手就是把它壓住 可以卡在你的耳下 然後剩下的長的管子呢 我們一樣可以壓在你的枕頭下 圓 好 然後一樣要戴起來沒有聲音 你可以先做半身看有漏氣的動作 然後確定沒有漏氣的話 你就可以入水 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我們現在來戴面罩囉 那我們現在戴的話 這個是比較輕巧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在鼻子 這是在後腦勺 然後這個在頭頂 這個的話是我們要截我們的呼吸器的管子 那這個做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 永遠都在你的頭頂的位置 好 那一樣就是這隻手要拿主體 這隻手 就是 撐在這邊 然後套住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把鼻子的位置 先確定好 然後我們再剝頭帶的部分往下壓 好 往下壓以後呢 因為我們可以調鬆緊 先把鬆緊調鬆 然後按照你的頭尾去做調整 好 那我們先對好鼻孔 這個兩側呢 的矽膠管子 要壓在你的顴骨的位置 好了之後再順你的頭帶 然後我們再來去做一個 調鬆緊的動作 那一樣鬆緊的話不要調太挺 好 那也不能調太鬆 因為太鬆我們避免他容器 好了以後呢 我們再接上我們的呼吸器的管路 然後做躺下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可以壓在你的顴骨下半 這樣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戴面罩囉 那現在要佩戴的面罩 這是主體 就是罩鼻子的部分 那眼睛的部分是沒有遮鼻霧的 好 然後這邊的話是做齒扣的部分 一般是面上是做勾的部分 所以你這個齒扣部分 你在自己做的時候其實也很方便 因為不用做特定的去找位置 兩邊都一樣 好 那我們要做配戴之前 你要先把這兩邊的齒扣打開 好 然後這隻手抓主體 這隻手呢 抓頭帶 頭帶這個位置 是在我們的脖子 這個臂 這個頂部 就是頸部 好之後呢 這樣套在自己的頭上 這個的頭帶是在頭頂的位置 好 然後面罩的主體呢 這個矽膠要先對好三根 之後再往下扣 這樣才不會容易漏氣 好了以後呢 兩邊下緣的頭帶 吸到齒扣這個位置 位置都確定之後呢 我們要調整我們頭帶的鬆緊 先從頭 耳朵上方的頭帶去做拉緊的動作 服貼之後再拉下緣的頭帶 好 然後鬆緊再做調整 不用每次都做調整 第一次調如果OK就OK 那如果 可是你要先做反正的動作 如果不OK 你再去做鬆緊再調整 帶好之後 位置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接上我們的罐子 好 然後就可以躺下做睡覺的動作 好 我們現在開始就是教一下面罩清洗的部分 因為我們早上佩戴完之後 面罩取下來一定會有油脂 因為我們的臉部會出油 所以這要每天做清洗 那清洗的話就是把矽膠組成拿起來 然後這怎麼做清洗呢 你就是用你的洗面乳或者是中性洗肩精 做一個抽泡泡的動作做清洗 洗完之後你就用清水沖乾淨 然後就可以硬乾 然後早上硬乾 晚上就可以做食用 記得這是每天做清洗的 那如果購買以後呢 你就會有自己的面罩 那頭戴跟竹籤的部分 會建議兩個月要做清洗的動作 然後你可以就是整副用做浸泡 中性洗肩精跟水一比十 然後整副做浸泡的動作 泡約末五到十分鐘 把你的頭戴的油脂泡出來 因為我們的頭會流汗 會有味道 那不要常常做清洗 因為怕你的魔鬼氈 就是不夠黏 就兩個月清洗 那泡五分鐘之後拿起來遮之後 水溶袋沖的時候 你就是稍微這樣子 把你的泡泡擠乾 千萬不要做搓的動作 要不然你的頭戴很容易起毛球 搓完之後你就是把它擰乾 然後毛巾 把它先吸乾 早上掛晚上就乾 然後記得是要室內櫻乾 不要就是做曬太陽的動作 好 那面罩的部分的話 清潔是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主機的部分 主機的話 我們前一晚的水箱會有裝水 那希望的話 就是每天早上 把你的水喝 的水 把它做倒掉 然後你就可以櫻乾了 好 每天晚上做更換 為什麼要做這動作 是因為你如果主機 如果有水的話 主機 裡面容易 主機板 瘦長 它的手臂就會變動 那水盒的話呢 每天雖然做更換水 可是底部還是會有水垢的部分 所以會建你每個月做清洗 那底部清洗可以用球巾 或者是中性洗潔精都可以 水喝的部分是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 每一台主機都會有自己的過濾免 那過濾免的話呢 會建議就是三個月做更換 每三個月 然後這是耗材 不能重複使用 然後再來是管子 管路的話其實你每天不用特別做清洗 可是如果購買以後 會希望你每個月做清洗 那每個月的話你的管子 一樣是跟中性洗潔精1-10 把倒下去液體 然後這樣做一個搖晃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倒掉 然後用清水 沖兩次 然後這樣做硬乾 那管子的部分都是塑膠 所以千萬不要用什麼熱水 或是看管子裡面有水 用吹風機把它吹乾 或是有電熱的團轉器 都會造成你的管子扭曲變形 那主機的主題的話 就建議你每個月做擦拭的動作 用酒精或者是濕紙精都可以 那我們清潔的部分講到這邊 阿聰略 我們在學生的內容 嘿咻